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陶俊朋友 大家早安欢迎再度收看 这个运 非要时备数节目 我是运达特 郭参一张 那么今天是礼拜五 又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 当然就是礼拜六 礼拜天周末假期也紧接而来 先祝各位周末假期一块 那么今天是7月29号的话 换句话说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 坦白讲你会觉得说 今天有期有利的 也没有目前为止都没有继续翻红 其实这个都在预期之中 这个等一下立刻 我今天传出去的第一个讯息 给各位看 那事实上这礼拜的高点 以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礼拜一的高点了 也就是这个9085这个地方 历经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到今天礼拜五的指数 其实都没有进步创新高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冥冥之中 是有天注定 其实我认为啦 9000点你过得去 不可能就是 这么轻松的就过去 都不用等到精力 当然过去这几天 在9000点附近已经晃大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多半的日子里头 收盘指数都在9000点之上 但是我个人看法就是说 你这整理 在9000点附近的整理 不能光是指数 一直收在9000点之上 我不否认 9000点之上也代表是 这个盘是很强劲 但是呢 我想也不可能 天天都在9000点之上收盘的 可能在未来这几天 你会看到 9000点之下会再度来临 而且会收到9000点之下的 这个就是标准的震荡整理盘 而且更何况9000点 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那么轻松 就能够如意过关的 我会觉得是非同小可的 一个指数关卡 好 台股指数 我们今天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没有进一步翻红 最高就是开盘弹之后的 小跌5点 9071 9071的话 我们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高点就出现在 礼拜一的9085了 后面这几天 包括礼拜三9084 也是最靠近9085 那个高峰的地方 当天当然就是没有 收在9085那么高了 隔天就昨天了 昨天指数还进一步往上走高 收红的 但是呢 高点其实都还没有创新高 那当然目前为止 整个指数都还在高姿态整理之中 但是你看的是说 基手并没有突破 礼拜一的高点 这个是让我们自己心里发麻的地方 为什么你还没有创新高 我们各位看一下 其实在今天一大早 在这个看到欧美股市的收盘 那当然了 在美国股市的科技股为主的指数方面呢 其实都还在往上走高的 像昨天LASH的指数呢 都还在涨15.17点 表现都还算是相当的强眼亮丽 美国的苹果的股价呢 即前天晚上呢 大涨了这个6.5%之后呢 昨天都还在涨1.35% 其实看到美国科技股 尤其是看到美国 苹果的股价往上暴涨的同时 我们来打破了 但是问题是说 回到台湾的高期自己看 你会觉得说 这几天就是没有往上走高 一定是有稍微有点问题的 我们各位看一下 今天从出去的第一道讯息 让各位能够了解 我今天早上的思路在哪里 那你就知道 准不准 当然股票就做得准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今天早上 出去的第一道讯息 虽然台股呢 距在创新高 只剩下9点 但是否能够胜利突破 还是大有问题 目前呢 仍然不宜做这一件动作 持股数 还是必须得稍微降低一下 而且不排除 稍持空单来做避险之用 这个是今天早上 传球讯息的讯息 或许各位看到 8点49分的 台股指数期货开盘了 我是看台股指数期货开盘 来这个传分讯息的 我告诉你才不是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讯息 写出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你知道吗 我每天早上练给各位看的就是 有关于大盘的方向的预测 这个讯息 什么时间写的你知道吗 不说话听 你也不知道 说话听 你吹手就好拍 我是每天早上六点半之前就写完了 每天早上六点半之前就写完了 因为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的人 包括运动吃早餐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再看一下国际股市的收盘状况 或财新新闻 那么这样子下去之后呢 大概六点半之前 我就传达第一个讯息出去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 或许是说 哦 北京市的高分 我是看到台股指数期货开盘 来跟你写的 错哈 因为我都是每天早上六点半之前就写的 我总是要出门的 所以先写再说 所以呢 我早上在六点半之前呢 就已经预测到 今天台股指数 要再创新高的可能性 其实是不大的 同样讲不是只有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 这昨天的产生稿 在昨天产生稿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就在7月25号那一天 就是70 就是 我们看9085出现那一天 9085是7月25号 在礼拜一 9085 我要让各位能够了解 其实任何一个老师都一样 那么感官 对大盘方向要能够抓得轻 抓得准 如果连大盘的方向都没有搞懂的话 没有预测精准的话 要告诉你说股票做得多好 不要去相信 你会相信你真的是大头 个股要抓得准 其实大盘方向 要先看得清楚 你只不能是说 大盘看 大家看不到 往上走 你就往下看 那这样的股票 可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转停板 转停板的话 你这也会相信 你这也会相信 我告诉你 你这也是 头可坏掉 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 7月25号当天的传统稿 目前为止的话 高点真的是出现在 7月25号的9085 但是我现在给各位看传统稿 是当天就写完的传统稿 7月25号 各位看一下 我每天早上都有点给各位听 你先看这一句话就好了 预期要在冲越9085 再创新高的几率 不算太大 当天一语道破 要在冲越9085 再创新高的几率 不算太大 我是在7月25号当天就写了 事实上从9085 就7月25号的9085之后 随后这几天指数 的确有这个意思 好像要过关 9084而已 隔天 昨天啦 9081而已 昨天收盘还到9076 而且从昨天的收盘9076 距离9085 就差不多9点而已 差9点 所以说 卡布内一个过去 但是它更内不过去 很奇怪 更内不过去 就是过不去 而且我今天早上 刚刚念给各位听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一点 各位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我今天早上就是7月29号 我刚念给各位听 就是说 现在台股指数 虽然距离创新高 只差9点 但是人们能顺利突破 大有问题 加差9点 我也来说 可能过不去 大有问题 而且各位提醒的就是说 不宜做这一架 持股速可稍微降低 而且不排除 稍持空单 做避嫌之用 讲到这个的话 其实我昨天已经 我昨天也跟过讲了 我们在京电这档股票 有毛毛 毛手毛脚 对不对 我非常理解 各位昨天我们看节目了 我今天早上就特别提到 一样这个时间解盘 我就跟各位提到了 我们在京电这档股票呢 在上礼拜之后呢 两天做多获利下车 两天做多获利下车 就在这里 各位看一下 在7月20号当天坐进去 一大早坐进去 隔天就是送出去 两天时间 能刚刚吸干 让你转到9点3% 而且早上切进去的时候 我在早上9点半上节目 都还提到 我当天早上已经切入经电了 SI公道成的报名牌 也是连不是报名牌 我当天在讲 切入经电的原因 就是慕宁森 最主要就是慕宁森 这家是全球第九大的LED的封装厂 讲到半天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见据 但是呢 隔天我立刻跑掉了 而且在8点多的挂单 等一下来证据给各位看一次 25.8出场了 那事实上呢 从那一天开始 你看哦 没有一天 股价收在25.8之上 你可以看到 我们当天收在25.8 你看隔天 25.6收盘了 再来的话 没有一天是25.8以上 今天已经跑到24.8了 我们昨天就是做空单避险 各位听得懂吗 我们能够做多 当然就会做空 一档股票能够这样玩来玩去的话 说实在的 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开心 如果说你是社会员的话 你当然是非常快乐 非常开心的 因为你不是只有做多上去 还做空下来的 那当然这个证据会给各位看的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昨天的成全稿 今天台北股市 目前为止是翻黑的嘛 各位看一下 现在指数是9点39分的 跌26点 高波警危机 指数都还没有翻红过 我告诉你 今天也很难翻红了 你别以为说 昨天有黑翻红 今天还可以 我告诉你 今天很难 今天要有黑翻红 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这段如果是做多上来的 只是说在高点 在有压力的时候 或者是说指数有可能回档的危机 或陷入整理的可能性的话 我还是要提醒您 不然的话怎么做高级分析师 你说对不对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昨天的转天稿 7月28号 那么昨天涨13点 由黑翻红 我们看这个内容所写的 我可以一字一字的 练给各位听 一流玉取台股指数呢 昨天 今天就昨天嘛 这是昨天的转天稿 台股指数的昨天 依然是没有能够突破 前面的高点再创新高 如此一来的话 不止这个礼拜一 也就是7月25号的高点 9085呢 将如我们所料 将会是这个礼拜的高点 而且有技术性 拉回修正的压力 好 这是昨天所写的 再看下去 坦白说呢 这两天台股呢 都是有着绝佳机会 可以创新高的 上礼拜三呢 是加着美国科技股 大涨之位 尤其是费城半导地指数呢 当天是暴涨了3.8% 而昨天呢 是有着美国的苹果的财报 超乎预期 而且股价狂涨6.5%的撑腰 但是连续这两天呢 明明距离突破 前面的高点9085的距离呢 也没有说多远 但是呢 却是创不了新高 甚至于昨天 还软啪啪的量缩 下跌 中置是勉强收红的 这应该是一种暗示 暗示什么呢 暗示台股在涨多之后 有必要稍作休息 我现在讲到这里的话 你就会发觉 说今天如果台股软啪啪 那真的是在预期之中了 因为我现在的一点 是昨天的转天稿 好 再看下去 那着眼于盘市呢 所可能面对的压力 所以呢 我们把持股的数目 稍微降低为 到两档 其中像十倍数会员的话 昨天还持有一档空单 以作为避险之用 我们昨天十倍数会员呢 就做了空的 经典这档股票 等一下拿证据给各位看 好 进入经验来讲的话 一旦进入整理盘 就等于是进入了高手过招盘 因为一般小散户呢 要赚钱的难度将会升高 将会更高 那所以呢 钱将留给高手去赚 而且整理盘呢 也不代表说非得做空啦 或者是说做多也赚不了钱 也不是这样子的 重点是说 第一点 审选股票 第二点 千万不要跟着盘面激情 而激情 请各位特别记得 这一回事 有时候你在 尤其在一大早的时候 因为你看到 比如说像欧美的股市大涨 或看到什么好消息 当时早上 薄老就得热烈 往上冲上去啦 我希望各位能够训练到 眼不见为敬 或眼见也要为敬 不只是眼不见为敬 眼见了也要为敬 为什么呢 因为人性会非常脆弱 当你看到很多人 在追逐一档股票 或追逐一个盘式的 热烈的情况的情况 的那种情况之下 你就自然会去做追逐 就算如果说 你今天在街头上面 或者说你今天在 看到一个餐厅 很多人在排队 你可能心仰难烧 你也可能跟着排队下去 坦白讲我没有这样的个性 我如果我很奔大排队 我如果看到很多人在排队 我更远离开 我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 因为我想说 好吃的一定只有这一家 我干嘛浪费我的时间去排队 常常就是如此 当然好吃的一定会有人 就是老饕啦 或者是说想那份仙的人 一定会去排队的 这个不能无可厚非 只是说我的个性就不是这样子 那同样的我在做谷笑上面的一家话 我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注意 看着人家 想我里面对高評 对高評的什么 麻烦你退在一边 你不要跟着乱作业 就好像我昨天讲经典好了 其实昨天经典是非常热烈的 你看这个昨天的经典 热烈不烈热烈 你看就知道了 这是昨天的经典 昨天的7月28号 你先不要管它往下翻黑 你先不要管这回事 你先看到昨天早上的盘区 昨天大盘是这样子表现的 是往下掉下来的 往下掉下来 是到最后一盘的时候 神龙百尾拉上去翻红的 但是昨天早上大盘的表现 是早上是翻黑的 翻黑的情况之下呢 你看经典的骨架的表现 早上是往上冲高的 压下之后 再度往上冲高上去的 光是这两段路来讲 其实会引来很多人 做追逐的动作 因为你是个逆势嘛 大盘往下跌 你是往上涨嘛 更好你下之后 再拉跟挺腰上去 这段路尤其是 更多人追逐兴趣了 这是无可厚非的 人性是如此 但是我采取了 很不一样的方向的操作 你可以看到我空写在这边 你不要以为跟你写乱写的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这一章 这一章是昨天7月28号的 我让各位能够了解 看得出来的是 我跟人家不一样在哪里 不要说跟散户不一样 我也有跟其他投赋老师不一样 绝对不是说 人家追逐我跟人家追逐 那还当老师干什么 这是昨天7月28号的 那昨天早上9点13分的时候 我就写在这边了 试驾昨天就捐控的动作 结果呢 我们透过会员了解 我们是成绩要在25块7 好 没关系 25块7 虽然不是最高点 但是一直到了 反正就是让你成交了 左辆卷空在9点13分 那各位看一下这一张了 昨天7月28号这一张 可以看到圈圈的地方 就是9点13分我们卷空的位置 当然在9点半过后的时候 还拉干了一段路 但是呢 不管如何 我们是成交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10点过后 风云变色 猪羊也跟着变色了 最后收盘是近年跑到 25块3收盘的 我们空在25块7啊 是不是啊 好 收盘是25块3嘛 成交嘛 如今你再来看 今天的股价是在多少呢 今天的股价已经跑到24块多了 24块8 刚刚还刹到24块6毛5 我昨天空在25块7呢 空在25块7呢 如果说你现在的股价24块7毛的话 可能不当 跟他们要去扣啊 够要赚一块钱啊 那你看大盘的股价 大盘指数的表现来的话 还在上面整理哦 还没有真正掉下来哦 我们一档股票来的话 昨天才这样子 稍微毛手毛脚的下距 进去而已 今天还没出来啊 还没出来啊 今天你可以看到 已经在账面上获利了 所以你看到的是 第一个 我们轻松松在获利啊 也不是多少股票在操作啊 我们是不会让你超过三档的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做多是做多上去了 但是呢 该盘是不稳定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空下来 所以你跟着我操作来解的话 你根本无所畏惧 盘是是真的走多或走空 就算走空了又如何 我会放空啊 我让你各位看到一个实际啊 尤其经电这档股票 我等一下还会讲 今天这档股票 我们是做多上去 再做空下来的哦 这就是非常飘悍的一种操作方式 好了 那听到这里 感觉如何啊 还有一点啊 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 特别有写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啊 8月1号开始 从下礼拜一开始 我们节目就移到 每天下午4点了 但是呢 顺便一提 原来这个时段啊 现在你看4段了 我们就变成重播 我们前一天下午4点钟的节目了 也就是说 每天下午4点钟了 麻烦你就记得看我的节目 然后如果说你下午错过的话 没关系 隔天早上 这个时间呢 你去看前一天的重播 就不是现场了 当然你现在看的是现场啦 比如说你现在想到 打扣音专线的话 非常非常欢迎 但是下礼拜就没有了 因为下礼拜就变成 这个时段的重播 所以你要把握的话 赶快把握了 我们休息一下 立刻回来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征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破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灭魂十三绝 容器减量不积水 背浸瓶罐 背轮胎 浴缸水缸 洗衣槽 保猎龙 铁空盒 背马桶 塑浆帆布 水足箱 安全帽 备摊架 水塔 水盆桶子 容器减量 预防灯格热 寻 盗 清 刷 要做好 大家都健康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飞耀十倍速节目 我是运达头 蔡一江 今天是礼拜五 从礼拜一的9085之后 连续在四天报到今天为止 指数就没有进一步创新高了 很明显台股就进入震担整理盘了 其实也没有掉到哪里去 反正它就没有创新高 那也就是它整理 你要知道 进入整理盘的话 就是所谓的高手过招盘 进入所谓的高手过招盘的话 一般散户是更难赚 如果说你这段路上去 你再贪不败了 我不好意思 你现在还这么贪贪 因为这所谓的高手过招盘的话 你就能够领略到 为什么你做多 你不晓得怎么选股票 而且连在那边 那做空呢 你又心惊胆怯 不晓得放空是什么 而且你会怕空下去 因为多头还很强嘛 空下去又没有肉可以吃 所以呢 你就会变成就是 左顾右盼 而且非常的忌讳 我今天到底要怎么做 你搞不清楚方向的 你看看盘氏 这几天就是这样子 从礼拜一的冲高到达9085 摔下去之后呢 明明强强收一个小黑 隔天收红 再隔天收红 昨天都还收红的 这种盘氏呢 根本好像也没有掉到哪里去 今天是翻黑了 但是呢 你会看到很微妙的一个状况 连续这几天 此处其实都没有过高 9085 虽然没有掉下来 但是拼命没有创新高 没有创新高 表示它的整理 整理完之后一段时间 一定会分出高下 一旦一段一段一段时间之后呢 一旦 这个时间过去了 就会分出高下 好了问题是 分出高下之后呢 让你看到 让你感觉到 没法 一定是来不及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提到过 就是说这个 还是回头来看一下好了 我问什么做这档股票呢 其实我在前两天已经暗示过了嘛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这个昨天的7月28号 那昨天是早上9点13分传出讯息 经典四驾桌圈空 成交25块7 昨天 然后空在这个圈圈的这个地方 4点9点半过后还拉高上去 我非常诚实 圈圈就圈圈 就是我们坐驾的地方 后来晒下去了 如预期 这是非常如预期一般的 那昨天晒下去 到平盘收盘了 那今天呢 再度晒得更低一点 OK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收工 也就是空单还在续报之中 换句话说呢 我认为它可能还会继续 往下跌的空间 那话说回来呢 你也知道这档股票 我是先做得上去的 那这两天 就昨天才放空 我可没有这个地方放空啊 我没这儿没聊 你家在经历我的一些半康 但是昨天你却看到一个成果了 时间就抓到很巧妙 昨天空 我也不是今天空哦 是昨天空 因为如果你前天空的话 还要多等一天哦 所以昨天空 时间才 那个timing才抓到对哦 空下去收贷 收贷平盘 今天再继续往下调 我再继续往下调 反正就是续报在那边了 为什么这么做 做得那么精准 我想这个 这个评经验了 那你也晓得 就是说这档股票 我们再回头来看的话 是7月21号 我们当时是做多货力下车的 7月21号 8.37分 也是在9点钟开盘之前 我就挂价25块8货力下车 好 7月21号是什么 东江大半是 也是收红了 但是它的股价呢 是往上冲 最高是来到26块 我们挂价25块8 8.37分 你就看到 那个讯息了嘛 对不对 好了 25块8 之前呢 我们是哪天买的 你知道吗 在20号买的 很很切入 20号买完 21号卖出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看一下这张图形 就知道了 20号里面 早上买起来 再隔天卖出 站着两天 就赚2块2 9.3% 所以是有速度的 速度是来自 时间很短 两天的时间而已 有幅度呢 因为你把25块8 减掉23块6的话 是2块2的 获利加差 站着用电传机 算一算的话 就只有9.3% 两天时间9.3% 你觉得美不美 各换 我7月21号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7月21号上去做完之后呢 这几天停止了 昨天又动手了 今天又下去了 亲爱的朋友 一档股票而已 今天股票我都没算进去的 当然这个是属于10倍数的 我们今天在非要家族方面 又动手了另外一档股票的 做捐控 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是在获利之中 我先不多提 因为今天才刚开始做的动作而已 那么 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刚刚给各位看的是 金电这档股票 金电是属于LED嘛 是属于新能源方面的股票 所以是10倍数会员的 那至于今天非要家族呢 我们早上也动手了 另外一档科技股的股票 因为是专攻科技物联网 是属于非要家族 应该要做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非要家族 做动作了 以现在的开发 当然是要获利之中 好了 不管如何 非要家族10倍数会员 我们都是持股数目 不会乱超过三档 多空三项都做的 非常清楚 多空都有做 所以呢 今天昨天空的 还有今天早上空的 非要家族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凡就操作量的经历 操作量的流不流不流 反正我也是 改做框 让你做框 改做多 让你做多 进口供退个手 金解不较 集中获利 那当然很多人的声音 我也听到了 如果说你又想做科技股 又想做生技医疗 又想做什么太阳能的话 没问题 超级双响炮 持股兼具 非要家族跟10倍数会员的股票 一定会让你两种股票 两种家族会员的股票 全部都拥有 所以让你科技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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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医疗 新能源的传掌 成分这些什么 航情都不会掉落 获利自然是无法当的 好的把握 当然也祝你愉快的 中午假期 记得电话在广告里面 麻烦你主动拨打了 OK 谢谢你 祝你一个愉快的假期 本服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获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特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